一个是中国共产党 他以骗之国 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是境外势力 他从头到尾 他要骗着老百姓的钱 拿着奴役老百姓的钱 去世界上买他的店 2021年9月10日 在这一天的直播里面 七哥讲到了 很多的叫底层逻辑 比如说那里面 他就讲到了一句话说 中国人一定要懂一条 共产党来到中国 是国际势力让他来的 他从第一天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境外势力 他就跟你不是一家人 不吃一锅饭 不敬一家门 民主跟专制 最典型的区别之一 就是说民主他犯错了之后 他会认错 他有一个自我纠错的能力 认错了之后 大家会去反思 大家会去改正 大家会去进行赔偿 进行补偿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专政政府里面 他会认错吗 从来没有过一次认错 永永远远 就是把你所有的记忆 给你洗过去 而且 因为他一直不停的在骗 所以就决定了 第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的本质 他要骗老百姓 所以说他所有的一切 只能够是假的 中国共产党 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说他要买跌 注意 他是买跌 他要花他的钱 去买这个跌才可以 那这个钱从哪里来的呢 钱当然是他从老百姓 这里手上骗过来的 经常我们有老百姓 在网上去质疑说 我们现在中国老百姓 学校食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多少老百姓吃不上饭 还有很多的农民工 看见那视频里面 拿着开水 拿着凉水 在那边冲面粉 冲一碗面糊出来吃 就等于是我今天一顿的饭了 在这么多老百姓 吃不饱穿不拿 甚至有那么多人 他是我已经背上了房贷 我已经付了我的钱 买了你很大的房子 买了你碧桂园的房子 我钱付了 你给我个房子 这不过分吧 没有 那这么多的人 他必须要住在烂尾楼里面 我掏了钱 我拿不着房子 但是我还得必须 需要背着这个债 你国家这么多问题 你不去解决 结果呢 陈天在那大撒币 现在又花了几千亿 在那边开亚运会 一顿饭 什么20块钱的亚运饭 食堂中饭 是什么水平 天老爷啊 你能不能云一些钱 给我们老百姓呢 他没有 他是不停地 从老百姓手上 骗来了你所有的钱 吸走了你所有的钱 压榨走了你所有的钱 而且因为他是 他在骗你的 所以说老百姓 甚至都不知道 说我的钱被骗走了 老百姓还在那边 自我收割呢 自带干粮 帮共产党在那洗 说你们要去算大账 他在那一弄 就是骗着你说算大账 为什么 要去掩盖的是 他要买 这个世界上 他的爹的这个事实 黑暗势力 让共产党来到了中国 黑暗势力 一直以来都是 中国共产党 他背后的爹 他背后的靠山 然后中国共产党 他其实是一个 国际黑暗势力 在中国的一个代理人 妈咪而已 帮助国际黑暗势力 在中国做生意 奴役老百姓 压榨我们老百姓 所有创造出来的这些价值 然后全部的去搬到海外 为什么恒大的破产开始 它会是 多米诺骨牌 倒下的第一个 因为恒大 它就是属于 叫高级核心 白手套之一 它有很多的钱 七哥讲过一句话 是让我很害怕的 他说就是我们以为是说 我这房子它盖出来了 然后它贪污腐败了 它钱挪用了 所以说这房子 卖不掉 然后烂尾了 是吧 不是的 人家这房子盖出来 还没有开始盖房子 他刚拿到这块地 他说他要开始盖这个房子 就会有一个叫 项目计划书 报到银行里面去 就可以去进行贷款了 贷完款之后 钱直接就已经弄到国外去了 这是人家真正玩的套路 所以七哥说 人家是根本就不在乎 你这个房子 卖不卖得掉 因为钱 我早就已经拿到手了 钱我早就已经 运到国外去了 而为什么所有的钱 你看所有的中国共产党 他的这些高官 他一定是在外面 都是有钱的 一定他的私人子女 他的老婆孩子 都是在海外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就是一个境外势力 从头到尾 他所有的根 其实都是在国外的 所有中国老百姓 在中国国内你生产制造出来的 所有的这些价值 都要送到国外去 这就是最典型 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所以说中国政府 他从最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 他就是受制于苏联 后来苏联没有了 他就受制于俄罗斯 也就是为什么七哥 他一直说最后灭共 一定是北边来